为了推广低碳旅游 台东县今年推出了三条电动机车的路线 邀请国人来到台东大口呼吸 体验在地环保旅店和环保餐厅 欢迎您自备环保的餐具 安排低碳的交通工具 一起来探索台东 虽然疫情无法出国玩 但是国内的风景可不比国外差 环保局目前推出三条低碳旅程 让民众骑乘电动机车进行在地深度旅游 那在今年特别规划了在池上 在路野 在资本 可以享受不同的一个骑乘电动机车 旅行台东我骑电动机车的这样子一个游程 另外今年也扩增了换电站 解决民众最担心的电量问题 今年我们也透过了很多电动机车业者 我们在不同的路线上面 我们其实也都有设置了换电站 那你在旅程当中很轻松 很惬意的进行这样子一个游程 环保局也与部落合作 规划低碳无痕旅程 让民众在亲近土地的同时 可以一同维持台东的好环境 记者陈如台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